雷锋塔,白蛇,这是中国人人尽皆知的故事 传闻白娘子从白蛇幻化为人来到世间寻人报恩 最终被镇压到了雷锋塔下 那么,塔底究竟是否有白蛇呢? 而雷锋塔为何会突然坍塌呢? 雷锋塔坍塌的时候,现场当时有许多人 那是1924年,雷锋塔作为地标建筑 倒塌后,瞬间引起了滚滚尘土,声音巨大 当天许多百姓前往祭拜 有人甚至说,在雷锋塔在倒塌的一瞬间 看到有白蛇突然腾空而起 然而事实情况是,雷锋塔在历史上 已经有过多次倒塌记录 要是真有白蛇的话,白蛇也许早就跑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雷锋塔,已经是移动后重建的了 可雷锋塔的倒塌,还是带给了许多人不少惊喜 雷锋塔倒塌后,当地政府很快介入 在重重废墟之下,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处地宫入口 地宫入口打开后,里面出土了不少的宝贝 除了大量金银珠宝外,还有佛珠释迦摩尼的设立 最贵重的宝贝当属武则天的一件贴身衣物了 在历史上,从未有武则天的衣物能够保留至今 随着残渣的清理,众人发现了来自多个时代不同的瓦块 砖块,根据追溯来看 雷锋塔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吴越国的帝王建立的 当时的他心中信神拜佛 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国泰民安 日日祈祷,想要自己的心声被上苍听到 吴越王下令建立了雷锋塔 然而,在建立雷锋塔仅仅一年后 吴越国就彻底灭亡,自此以后 雷锋塔就成为了当地的一座地标性建筑 因此更是诞生了传承近千年的戏剧白蛇传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白娘子就在雷锋塔下 上个世纪重建之际 在雷锋塔周边的确发生过不少的怪事 根据现场围观之人所说 当时吊车在吊起地宫门口的巨石之后 竟然在众母睽睽之下当场失灵 雷锋塔倒塌多年 在重建之际发生了许多怪事 在现场一座吊车准备调运巨石 然而在众母睽睽之下 这个吊车竟然离奇的损坏了 不管无论如何都无法驱动半分 好不容易将石头吊开 在众人面前阻拦的 又是一块无比巨大的石板 石板很厚 根据后续测量发现 竟然厚达15公分 再将石板打开的一瞬间 地下爬出了不少的白蛇 顷刻之间就消失不见了 有人说那是白娘子的灵面化身 在地宫当中 考古队发现了大量的钱币 还有不少观音 玉童子等物 大多为佛教之物 其中许多都是来自于五代诗国时期 然而由于常年在地宫内被水浸泡 已经变得腐朽不堪了 不过即便如此 这些东西依旧可以被评为价值连城的国宝 那么雷锋塔究竟为什么会倒塌呢 事实上雷锋塔倒塌的原因有许多许多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 是古代的建筑技术并不如现在高超 在搭建雷锋塔的时候 远没有现在专业 因此才会出现倒塌 第一次倒塌之后 后续的修补只能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加固 之后不管如何倒塌 大家也只能进行加固而非重建 除此以外 最重要的是一点 就是当地百姓 传闻雷锋塔下镇压着白娘子 她在人间曾与许先生下许世林 传闻她是紫微星转世 才能考取功名状元 当地百姓对此传说十分相信 每逢家中有孩子进行考试 当地人就会前往雷锋塔 凿下一块石砖 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沾沾服务 夺取好功名 年久失修 加上其他种种原因 最终促使雷锋塔倒塌 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我们要重建的原因 至于当时在打开雷锋塔时 出现的种种异象 也都是人们道听途说 并没有真实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 雷锋塔当年倒塌后 鲁迅先生曾借此 写过杂文论雷锋塔的倒调 他借此来讽刺封建统治 讽刺那个不民主时代 而在其中 鲁迅先生就曾提及过 倒塌的关键原因 如今 这个隔绝了78年的奇景 依旧助力在西湖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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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